号称驱魔专家的兄弟俩来到客户的家里 准备收拾一个被爷爷的鬼魂附身的女孩 本着先动口再动手的原则 两兄弟想跟女孩推心置腹的谈谈 但是却被对方催了一脸的痛不香子 第二跟大伙聊一部印度的恐怖喜剧片《不特警察》 就在老二跟女孩死外的时候 老大从床下面发现了一瓶六幅化瘤 人吸入这种气体之后 声音会变得低沉沙哑 听上去异常的恐怖 原来这个女孩的家人一直逼着他出嫁 但他却还想继续上学 于是便假装被爷爷的鬼魂附了身 为了让女孩继续他的学业 兄弟俩在女孩的家人面前演了一出驱魔的戏 不仅完成了女孩的心愿 哥俩还狠狠地敲了女孩老爸一大笔钱 老大和老二是亲哥俩 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利用封建迷信招招撞撞骗 活动的范围大多都是乡下和偏远的地方 因为这些地区的人都比较愚昧 忽悠起来也更容易 他们那位已经去世的老爸是一位真正的驱魔师 而且在这十里八村非常的出名 老二始终坚信这个世界上是有鬼的 并且一直在钻研老爸留下来的那本魔法书 但老大则不然 他认为所有的怪力乱神全都是忽悠人的 由于父母去世的早 是老大一把屎一把尿把弟弟拉扯他的 兄弟俩相依为命闯荡江湖 赚了不少的魅心钱 而且这哥俩都是演技派 降妖父母看风水 招婚通灵灯去鬼 两人一静一动配合的是天衣无缝 在兄弟俩活动的这片区域 有一个所谓的精神嘉年华 里面聚集了全国各地的片子 每个人都生成自己跟二郎神一起溜过狗 和阎王爷一块喝过酒 神通广大法律无边 老大和老二自然也不能错过这个盛会 老大用自己的花言巧语 成功的忽悠住了一位美女 老二则紧记驱魔师老爸的遗言 每天都在刻苦的研究魔法书上的秘诀 而且老二还有一个特殊的能力 只要附近有不干净的东西出现 他的胳膊就会不停的抽搐 女主继承了家里的一个茶庄 由于最近茶庄一直闹鬼 工人们下的都不愿意干活了 为了尽快把这个立鬼赶走 女主来到嘉年华寻找高人 他要寻找的驱魔师 正是老大和老二的老爸 原来兄弟俩的老爸在27年前 曾替女主家的庄园封印过一个女鬼 现在的庄园由女主和姐姐心机姐共同管理 但由于经营不善 茶园一直处在亏损的状态 加上最近又开始闹鬼 使得他们姐妹俩的财务状况 更是雪上下床 女主的当务之急是把立鬼赶走 让工人们先恢复工作 而这个立鬼据说 就是27年前被兄弟俩的老爸 封印住的那个女鬼 按照魔法书上的记载 只有再举行一次驱魔仪式 才能将女鬼给驱走 哥俩来到庄园之后 女主的姐姐心机姐骑着马过来了 老大是一见钟情了 马上就盖上了心机姐 由于兄弟俩的老爸非常的有名气 因此工人们都对这哥俩寄予了厚望 老大也在世事大会上 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哥俩一唱一和 很快就把这些工人们给忽悠住了 天黑之后 村民们吓得全都关门闭户了 村子里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 豆皮叔由于拉肚子 不得不硬着头皮到村头的茅厂方面 他老婆不敢一个人在家 两口子战战兢兢的走出了家门 而那个立鬼则紧随其后伺机而动 夫妻二人来到茅厂 豆皮叔在里边方便 他老婆才在门口唱歌撞的耳 撩人的歌声很快就把立鬼给召来了 躲在茅厂里的夫妻俩吓得是 屁滚尿流落荒而逃啊 新鸡姐对兄弟俩的到来非常反感 当着工人们的面说他们就是江湖骗子 加上豆皮叔昨晚上的遭遇 工人们对哥俩身份产生了质疑 要说老大会由人的水平不服可真不行 虽然满嘴的谎言 但说出的话又是那么的振奋人心 把工人们的情绪再次调动了起来 虽然女主非常的积极 但她姐姐新鸡姐却另有想法 她一直想让女主卖掉茶圆 跟自己到轮流生活 在工人们的孩子当中 有一个小胖丫头非常的特别 老大和小胖丫头一来二去 居然成了好朋友了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 为了了解女鬼的情况 哥俩来到修道院找到了酱油树 原来在30年前 酱油树的老婆被女鬼给附了身了 兄弟俩的老爸来到庄园 跟女鬼大战了300回合 最后把女鬼封印在了一棵枯树的树洞里 为了验证酱油树所说的话 哥俩晚上来到了 他们老爸当年给女鬼斗法的树林 并顺利的找到了那棵枯树 在树洞里果然有一个封印女鬼的罐子 现在问题来了 既然罐子被封得好好的 那就说明女鬼还在罐子里 那么庄园里那个鬼又是何方神圣呢 老大向来不信邪 为了破除封建迷信 他直接把罐子给摔碎了 并且用科学跟老二解释了 他们老爸驱魔的骗局 哥俩离开之后 女主家的那条大狼狗 把女鬼的骨头掉进了屋里 被释放出来的女鬼 马上就开始吓折腾 把女主给吓得是花容失色不知所措 兄弟俩来到女主的房间门口 老二的胳膊马上就有了感应 老二从床下面拿出女鬼的骨头 然后开始送进进化房间 由于时机还不是太成熟 女鬼在房顶上看着并没有发起攻击 老二告诉女主 第二天晚上是满月之夜 他将举行血灵仪式捉拿女鬼 老大正在附近瞎溜达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正趴在女主窗前偷窥的女鬼 老大上去就把梯子给撤了 女鬼一声惨叫摔了个屁股蹲 随后老大开始在后面追赶女鬼 女鬼在半道抢了一辆自行车 继续疯狂的逃窜 最后由于慌不择路被老大逮了个正着 原来这个女鬼居然是庄园的经理假扮的 之前一直吓唬工人们的就是她 经理之所以这么做 全都是心机姐支持的 心机姐为了让女主赶快把庄园给卖掉 才想出了这个办法 骗局被戳穿了 心机姐只好答应跟老大合作 老大帮助心机姐继续完成这个骗局 但事成之后 心机姐必须给她200万 但他们可不知道 真正的女鬼已经开始行动了 她附在了女主的身上 准备血洗这个状态 为了让晚上的驱魔仪式显得更加的逼人 老大和心机姐准备了很多的道具 老大首先用蒙寒药把老二给弄晕了 然后利用道具成功的把工人们给忽悠住了 老大跟工人们说 女鬼太厉害了 你们还是抓紧时间逃命 这时候气愤组的心机姐一声尖叫 把所有人都吓尿了 大家伙纷纷跑回家收拾东西 离开了村子 忙活完之后 老大去找心机姐要钱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醒过来的老二听到了他们的阴谋 老二可气坏了 决定跟老大分道扬镳 从此相忘于江湖 被女鬼附身的女主在床上躺了一整天 醒来之后很快就被女鬼控制了一时 心机姐和经理看到女主不停的用头撞门 感到很好奇便走了过去 女主一转身 可怕心机姐和经理给吓屁了 两人虚晃一招仨子就撩了 老大在树林里遇到了小胖丫头 所有的工人都去了车站 小胖丫头还留在这时 显然很不正常啊 老大背着小胖丫头前往车站 半道上遭遇了 一直追捕他们兄弟俩的小胡子警察 从小胡子警察的视角来看 老大背后是什么都没有啊 当小胖丫头从老大的背后 爬到了小胡子警察的身上之后 老大彻底惊呆了 紧接着诡异的音幕出现了 老大一看 这才意识到是真的有鬼啊 于是顾头不顾定的往庄园跑去 兄弟俩来到厂房里 看到心机姐正躲在麻袋后面 体如晒康啊 心机姐说自己的妹妹被女鬼给付了身子 经理也已经进攻殉职了 接下来是三个人跟女鬼PK的戏码 虽然双方的实力悬殊 但老二这些年的书也不是白读的 他老爸教给他的那些驱魔的方法 终于进入到了临床实验的阶段 并且很快就奏销了 经过一通瞎折腾 女鬼又窜到了老大的身上 眼瞅着手足叫香残 恢复意识的女主跑了过来 告诉兄弟俩 这个女鬼生前也是个苦命的人呢 原来在一百多年前 女鬼带着女儿小胖丫头 在庄园当佣人的时候 被庄园的主人给欺负了 女鬼不堪受辱 带着女儿就打算逃走 但最终不幸被庄园主抓住 并活活烧死了 而他的女儿小胖丫头 也被残忍的枪杀了 由于老大在树林里 见到过小胖丫头 于是一帮人来到树林里寻找 在女鬼的呼唤下 小胖丫头的魂魄终于出现了 母女重逢 双双升天飘然而去 获得了救赎 影片的最后 有一段非常牛车的歌舞 但由于时间的问题 就不在这里具体展示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数糖吃压惊吧 痴妹亡两妖魔怪 全是人性在使坏 举头三尺有身鸣 阎王迟早无显灵